大家好,我是BBN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嬰幼兒的驗眼程序 究竟小到幾歲的小朋友可以開始檢查眼睛 其實六個月至一歲我們會建議驗第一次的眼睛 如果期間沒什麼大問題 便會建議他三歲和五歲回幼稚園和小學前做眼睛檢查 要確保眼睛的狀態是最好去上學學習的 驗眼的過程包括文靜 看看爸爸媽媽帶小朋友過來檢查時的目的是什麼 可能家長會發現到眼睛有些問題 例如擀起眼、側面、單上眼睛看東西、經常出眼 可能會帶小朋友過來檢查 知道他來檢查的目的後 我們便會開始檢查他試的功能 試功能包括看東西夠不夠清楚 即視力、雙眼協調、有沒有邪視 例如鬥雞眼、蛇躲眼 有沒有適盲適藥 又或者他的度數 我們會看看他有沒有很深的近視 軟視散光 甚至乎有鴛鴦眼 即兩邊眼睛的度數是很不一致的情況出現 之後我們會檢查眼健康 例如眼外部的情況 有沒有眼睫毛刀傷、眼敏感、眼角膜有沒有受損 還有眼底即視網膜的健康狀況 驗眼過程完結之後 我們會給家長意見 究竟小朋友會否需要配戴眼鏡 又或者如果有邪視小朋友 可能要配合視覺訓練 有些眼病的小朋友 可能我們要找眼科醫生跟進 甚至乎其他專科 很多家長都問我 幾歲他讓小朋友玩電子產品 根據衛生署的指引 其實兩歲以下的小朋友 應該避免電子產品 就算要都要在家長指引之下去做 而兩歲至五歲的小朋友 類似看電視、手機、電話 最好每天不要超過一小時 在保護眼睛方面 小朋友應該在看書寫字 保持在30厘米以外的距離 要有足夠的光線 以及要間企的休息 多些戶外活動 以及定期眼睛檢查 而確保眼睛的視功能 健康狀況是最好的狀態 你們下去都會選擇 不是任何人家裡面 你自己都會選擇